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地的供僚包養殖 一度成了西洋產業 但結合體驗經濟之後 一年吸引四千多人來喬善 再現當時的九孔王國盛況 如果想體驗農家了 也可以到金牡林水梯田 來割稻谷 嘗米香 這超過十家業者串聯 就用輕旅行方案 打出漂亮團體毯 有沒有看到它都有發泡的 但是就是代表它熟了 那我們在表面再稍微烤一下 烤一下就好了 不要烤在太焦 新鮮現撈的供僚包 炙燒到表面冒泡 瞬間海味混合焦香 抓緊所有人的注意力 心情彷彿也鮮活起來 來 外面 把遊客帶到 就是我們供僚來 讓他在我們當 就是說認識我們地方 當地消費 然後就是說他認識了之後 因為供僚確實是一個 很漂亮的地方 我希望他能夠去推薦 更多的朋友 來我們供僚這邊做 就說做旅遊 雙手拿著管線 噴出拋物狀的龍鬚菜 讓養殖池裡的供僚包 都能夠享用美食 新奇的海邊輕旅行 每年吸引四千多人朝聖 為供僚這個小漁村 注入活力 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台灣人家說是以前是 我們有一個稱號叫做九孔王國 那確實是 因為那時候來講的話 其實全台灣 官方有統計的數量 大概在每年生產 就是說有三千噸 對年輕學子說起家鄉美名 這一座座偌大的養殖池 就是李盛興最深的記憶 全家族的鮑魚產量 就佔了全供僚四分之一 全面臨時代殘酷的考驗 從三千噸到兩百噸 強大的落差 就像大海的變化莫測 家業也是一樣 有起有落 就是說有人把養殖技術 就帶到大陸去了 再加上我們本身 就是說長期忽略 保種育種 這樣的一個問題 再加上海洋環境的變化 這樣的問題 是我們這幾年的育成育 都一直就是說很低迷 大家要做這堂多久了 年輕人做得到 20歲做得到 20歲 年輕人做得到 大概有30年了 那年會都比較有的 對啊 都沒有年輕人 年輕人沒得到 這疼啊 冬天的海水 很冷的 潛水夫們月下水面 克服水溫和水壓 賣力採集一顆顆成熟的 貢療包 這大海孕育的寶物 曾經讓小鎮風光無限 如今李慎欣決定讓它 再現風華 像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透抽 就是剛抓 就是說沒有多久的 透抽 對啊 這是我們粉產的 所以說它的肉質會比較厚一點 這都是我同學 他對船抓的 像這就是 急凍的小卷這樣子 仔細端詳起 一包包急凍小卷 李慎欣號召在地漁友 共同創立電商鮮物品牌 因為他知道 振興家業的第一步 就是要打一場團體戰 消費者的印象 形態的話 就是說它本身就是 它會為了買魚 可以順便跟我們買九孔 現在九孔的大量養殖 其實九孔的價格 其實都已經很平易近人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來這邊遊玩之後了解 然後它能夠買回去品嘗 進而就是說 造成它們的一個重複購買 雖然很多人都笑他 現在養九孔不會賺錢 但他用行動來證明自己 友善養殖的供療包 每一顆都通過政府的產銷履歷 讓更多消費者信任 也試圖在營銷上轉型 提高能見度 這些盤商他們主要的銷售據點 還是以餐廳跟外匯的 一個那種業者為主這樣 那像我個人 我們有比較高的比例 是在做直售 就是我們的一個 我們有做電商平台 就是說電商平台的客戶這一塊 從海裡上岸的供療包 依舊充滿活力 讓李慎欣每每看著 都充滿特殊的情感 他提醒自己 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 來這邊旅遊了之後 相對的其他的很多的服務 就可以因運而生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努力把這個產業 重新做好 然後讓他能夠往外擴散 像我們九孔養好了 有些人是不是 就可以做一個相關的文創 再沒有的話 他至少他可以賣九孔 還有九孔的特色套餐 為幽靜的漁港重現生機 在供療美麗的海岸線 另一頭是山 也有一位在供療長大的孩子 為家鄉努力 火體供療包穿堂後擺滿砂鍋 再淋上鮮濃的牛奶湯底 傾瀉而下的豐富好料 深深牽動味蕾 這家在供療山區的田野餐廳 也在李慎欣的推波帶動下 成為在地觀光的熱點 不管台灣人 外國人都好 我會教育說 台灣只有南投沒有海而已 其他都有海 所以在供療 有海也有山 對 所以我們山上有山上的作物 海邊有海邊的作物 跟魚的收入 跟魚的產業 這是什麼菜 這個是黑菜 大家都叫它蚵仔菜 這是養蚵子 老闆蕭妍童 忙著採收開枝散葉的蚵仔菜 每天他都要來這座 錦鱗餐廳的菜園 孫蠶醉 也順便摘下幾把菜 餵養家禽 雞鴨鵝群傾巢而出 伸著脖子 蒸著品嘗新鮮蔬菜 吃出一生的肥美和活力 對蕭妍童來說 自產自銷 才能夠把關品質 這個是山芹菜 我們把這個黃色的葉子 雜草先調掉 然後拿回家裡還可以洗 機會可以炒 都是以當地當季的為主 是地是眾的作物 已經高達三十多種 陽光灑落下 形成一片蜗浴的綠意 更點亮了餐廳的口碑 媽媽當初的想法就是 給自己家人吃好的東西 所以就是自己種 然後自己做 做產品這樣繁鬆 適合的集結 在這種完全戶外的環境 跟沒有大物質 它比較有空間 它就是它生長的環境 讓作物遵循自然生長 這一朵朵 依附在白袍子段墓上的黑木耳 更是餐廳的一大招牌 因為蕭妍童 捨棄市場上常見的太空包 野放木耳 更能夠吸收天然營養 回來鄉下就是想說 採用早期爺爺那種年代 他們種植的作物 跟他們種植的方式 所以我們沒有打鼓樑 這是完全野外的環境 一邊務農一邊掌廚 蕭妍童原本就是一名棕破腮 看似輕輕鬆鬆的顛鍋 其實每一下都是功夫 不只把粒粒分明的米 給翻出火氣 也曾經替它翻炒出 廚師生涯的高峰 台北市的米是 嘉年華第一次的炒飯館群 對啊 有一點歷史了 大概八九年前了 聊起當年勇 蕭妍童卻反而有一些害羞 原來在城市裡收穫滿滿的同時 也讓他思考 或許鄉間的幽靜生活 才是自己所嚮往 他踏上返鄉之路 把供寮老家的百年組錯 整頓成私廚餐廳 用雙手為家鄉盡一份心力 在鄉下我們可以很自然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自己的店 然後自己的收入農作物的話 我們可以依自己的想法 去規劃自己的工作 給客人吃好一點 然後其實現在 也不是說郊區比較不好經營 就是因為現在其實 大部分的都市的人 都會往郊區跑 小小的私廚結盟在地商家 孝彥彤和李勝欣合作 加入觀光行程後 更聚集人氣 即使是平日中午 也依然一味難求 讓共聊的輕旅行 也能夠享受山野風情 在基姆嶺水梯田 現採的稻谷脫殼 就像黃金雨飄揚 除了體驗農家樂 更能品嘗一桌田園好菜 各式各樣的山海美景 造就東北角觀光人次 一年超過三百萬榮景 也成功活絡共聊的創生